郑先生在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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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香港念書的時候 我個人本來就是一個很喜歡爬山的人 那剛好那時候香港的政治局勢 基本上是蠻不穩定的 那我身為一個台灣人 其实我觉得蛮无能为力的 那我唯一能做的其实就是 不停的劳动身体 我不停的去爬山 我把香港几乎所有的山境 全部都爬完了 所以呢我的这两件作品 就是在记录我跟这个环境 还有我跟环境互动的那个当下 我的心境跟感受 然后我尝试用 我自己稀释的绘画方式 绘画用具 可是我想要把它画在一个 延展性很长的载具上面 所以我才选择折叶 或者是卷轴的方式来表现 从那里 我认为有一个关系 我希望有关系和拒绝 那里的主意是 用了一个想法 从Solo Morales的想法 在这个建议中 可编绘上了 其他建议的 所以这种的图形 都在这种图形 中的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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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使用了 之类的 学校 我们我们完成了 一个建议 的 这些图片会出现的状态 所以他们在同时做和不做 这就是一种重要的角色 工作人员不太知道 什么都会出现 他们在同时更加弄 而在同时再製作 当你把周遭物件 都把它当成绘画的媒体来运用的时候 就比如说物它变成了色彩 你看到这个物件 它可能是一个笔触 所以你去到回收厂 去到二手市集 卖场 看到的物件变成说 它就是你可能会想要调的颜色 它变成像是一整个 像是一个调色盘 想要呈现一个回到纯真 然后回到最统治的状态去 观看作品的那样的氛围 然后在观看者在解读的时候 可以凭着大家自己各自的方式 去诠释他们所看到的各种不一样的架构 那这个作品是近年来我对于一座 例外与历史的一座金字塔的一个观察 在多次进入荒野之中 然后开始翻阅关于那个地方 种种的资料以及文献 然后开始试图用一个 比较写意的方式 试图去揉捏关于历史记忆自然 形成的一个影像装置作品 这些就是已经植入了记忆的故事 跟想法跟身体感知 该如何被讲述以及重新的诠释 大概是因为三年前 就开始到台南淹水那边 然后去做一些水下收音的作业 那一开始就是透过工作坊 跟当地民众一起在 粤金港的那个流域的不同的地段 来做一些大家的声音 然后我们也发现说 每个流域收下的声音 它其实都会根据它在 那边的一个环境的条件 跟它的一个地位的位置 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的表现 回流的声音 就会被我们转移成一些单字 或是一些配语 好像它有在讲话的形式 然后另一部分 透过情绪辨识的一些分析的技术 把河流收到的声音 来做一些预音的声音的一个分析 还有一个选择 有这种声音的声音 直到根本来说 有点脸 一直在这种声音的声音 进行这种声音的声音 有点脸